再来看夺命的这栋宝林球馆 那么它是一个铁皮搭建的三层建筑物 那么在今天引发了这个维建以及公安上的质疑 那么屋主解释说当初他买来的时候就是这样 他没有再多动其他的手脚 而这个球馆我们看到 在过去的历次安检2007年到现在 包括去年7月24号的这次安检 总共35次都是合格的 但另一头是否也调出了相关的资料发现 这个地方的土地是属于住宅还有农业用途 但是它一楼呢是游泳池 那么二楼是住宅区 而且这个二楼呢还没有申请这个营业执照 也就是说在这一部分是明显的违法 一场火警带走了六名年轻打火兄弟 是否又是廉价的铁皮屋违禁粮货 市府调出了相关资料发现 该处土地属于住宅及农业用地 但最后却变成了一楼为游泳池 二楼经营保龄球馆撞球场 更夸张的是二楼不但没有执照 是违规营业 还增建挑钩成三层楼高的铁皮屋 那如果你买的时候就盖的时候就这样 你什么时候接手呢 90年左右 90年左右 那现在是怎么经营的 现在就经营 我是经营主要在远池池的 屋上是我弟当面在附近 业者把问题撇得一干二净 强调当初买就这样子了 不知是否违建 就连员工也状况外 不仅邻居有说你们这个建筑物是违建 有这样的说法吗 消防局表示这家保龄球馆 2007年至今安检35次 最后一次是去年的7月24号 一二楼消防设备合格 却是典型的违规使用 对此桃园市长郑文菜说出了重话 只是全面查报室内的违建 该罚就罚 该拆就拆 他是土地违规使用 建筑违规使用 营业违规使用 三大违规 那虽然他消防的部分是合格的 那其他部分都不合格 因此该罚就罚 该拆就拆 根据了解民国101年时 这间保龄球馆还曾经出借给消防队 进行消防演练 如今却成为了打虎弟兄的殉职地点 令人不声唏嘘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